人 詹怡怡 在知道得到獲得特殊貢獻獎的時候 仁立宇先生說非常意外 只是播個氣象 怎麼會得到金鐘獎呢 各位 今天我想要讓仁立宇先生知道 這一點都不用意外 仁立宇先生謝謝你 為台灣觀眾解說過500多個颱風 也觀察過19000天的天氣的變化 這讓我們相信 一輩子只要專注做好一件事 做到專業就對了 仁立宇先生謝謝你 你讓我們看到在電視這個很需要團隊合作的這個工作當中 資深大牌也可以這麼有禮貌 而且你不麻煩別人 你尊重每一個幫你忙的人 這是TVBS新聞部還有製作資源部編輯台後製是我們所有的人共同的感受 哦 也說一下 仁立宇先生他到現在過去的每一天在播報之前他都是自己吹頭髮的 我記得你第一次到TVBS來開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我們對氣象只在乎大多數的人要不要穿外套要不要戴雨傘這樣的事情 但是仁立宇先生你很強調氣象對於漁民們的重要性 因為你認為這是關乎 生計甚至是生命的 所以這提醒我們媒體其實不只是看數字看收視率 我們是在對人說話 是在提供個別的人有用的資訊 仁立宇先生謝謝你 你只說有把握的話 你不草率不誇大追求精準 所以建立了無可取代的信任感 這也是我們媒體最珍貴的價值 最後仁立宇先生謝謝你 你的聲音讓我們覺得很安心 你用50年的一步一腳印 讓我們感受到學習到精準 虛心和敬業 我相信這是我們全體這一代的電視人最好的榜樣 所以仁大哥這怎麼會意外呢 我剛才說了五個謝謝 而接下來的影片我們還要看更多 仁立宇先生 國內氣象預報的專家 仁立宇將從10月10號晚上的7點鐘 才是晚間新聞開始為您擔任並且做服務了 是的 今天的降雨最主要是因為封面從北往南 我們山區還有著中南部雨室還是滿大的了 強烈颱風厚薄它過去這一段時間才移動了 從中央氣象局到電視新聞 不管在哪裡只要一聽到這個熟悉的聲音 每個人就像擁有了預知天氣的超能力 就可以提前做好準備 他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夥伴 我們的氣象先生 仁立宇 有了氣象預報 它使我們覺得新聞是有意義的 仁先生就是新聞部內道很慢 很穩 但是很精準的風景 雖然是一個科學的數據 但透過人的專業跟一個親切信賴 有信任感的口吻 得到的效果是多麼的重要 就是這麼精準的播報 深獲民眾信賴 超過半個世紀努力付出 只為了更準確地迎接 時時刻刻不斷變化的氣象 過去的幾十個小時 台視氣象主播 人力於堅守在中央氣象局 每個小時為您提供 賀博的整點快報 他曾經為了一個颱風 住在氣象局16天 我就曾經就有兩次 家裡進了水 我還在工作 你說那怎麼辦呢 但是他卻從容不迫 他也非常堅定把事情做好 是從來不馬虎的 他不會多流露出什麼 淘汰啊 或者是特別辛苦的神情 一輩子兢兢兢兢 播報氣象 陪伴我們度過 無數個風雨交加的夜晚 讓我們對每一天 充滿安心感 他橫跨了老三台 而且從無線電視台到有線電視台 超越了半個世紀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他建立了一種經典 他是工錢的 他帶動了所有的專業人士 能夠投入到氣象的預報工作 也讓他們知道 氣象預報工作 對我們的社會是多麼的重要 學長 恭喜您獲得了金鐘獎 這個是我們氣象界的第一座金鐘 我們也感到相當的榮耀 得到金鐘實至名歸 同時也非常感謝你一路的照顧跟提息 感謝您部份寒暑陪伴大家 每個春夏秋冬 在無數個風雨時刻 您用您的專業陪伴著大家 不必錄錄暗 您要提出 他的抱抱讓我們的一抱眼最安心 也是我們後輩最尊敬的氣象老師 開啟了我對於大氣科學的喜好 很開心的接下來 也追隨您的腳步成為了氣象主播 謝謝人大會為新聞記的付出 您永遠是我們的點半 謝謝您是台灣風雨時刻 讓人安心的沉穩力量 就算退休也將永留在觀眾心目當中 他是榜樣 也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氣象專家 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仁綠先生上台領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非常榮幸 非常高興 特別要謝謝 我們的頒獎人 引言人 這麼好的這種介紹 這麼多的這種謝謝 真是不敢當 還有呢 他告訴我說 這個完全沒有任何的意外 雖然是如此 不過多多少少還是覺得 一個波氣象的能夠拿到這個獎 還真的有一點點的意外 因為跟過去我們的認知獲獎者的背景 好像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評審團們 能夠對我的工作 對我的個人的肯定 非常謝謝他們 那麼當然這也是一個鼓勵 鼓勵了我們所有電視工作者 在任何一個單位 他只要他夠努力 他都有機會站在這個地方 所以謝謝他們 剛才我們看到 那麼多的 這麼好的這種影片 裡面有這麼多的人 講了那麼鼓勵肯定的的話 我要謝謝他們 當然也要謝謝團隊 花了那麼多的精力 去找到這麼多的人 來講這樣子的話 感謝他們 感謝他們 還有我過去 那麼多的照片 那個影片 那是很年輕的這種時候 所以說 我要感謝這個製作團隊 他的辛苦了 當然年輕真是好啊 我這一輩子 可以說只做了一件工作 就是氣象預報分析報道 也就是說把各種各樣的氣象資料 收集起來 經過研判分析 然後呢 去推算未來這一段時間 他的整個的變化 再把這個變化呢 來告訴我們的大眾 讓大家來使用 那麼這種 這一輩子做的 可以說就是這一件事情 那麼可以說從最開始呢 應該是從民國52年 我進入了中國文化學院 現在叫做中國文化大學 學氣象 這是我的啟蒙 然後畢勒業以後 進入了海軍氣象工程 擔任氣象官 是我第一個氣象的工作 退役後進入氣象局 從預報員 主任預報員 預報科長 預報中心副主任 預報中心主任 然後到第一組組長 那麼一個二十五年 那麼在 是我的從成長期到成熟期 其中尤其我還堅任了 氣象預報對外發言的工作 所以只要有颱風 劇烈天氣寒流等等 所有的媒體的採訪 都是由我來負責 這也是開啟了我 能夠未來去做氣象主播的一個契機 二十五年公務員退休以後 我就去 就開始進入到電視台 擔任氣象主播 從台視 中視 華視到TVBS 這麼長的時間 將近六十年了 所以說 我經過這一段那麼長的時間 一路走來 可以說都還算是很順利 當然 其中有非常多人的協助幫忙 心中充滿了感謝 謝謝他們 從民工八十二年開始 我從事氣象主播的工作 其中 最長的時間 最長的時間 是在TVBS 一共十一年 也是我最高興的時間 因為 為了要播 早上 的早晨的氣象 六點多就開播了 我每天 從天不亮 五點多就出門了 然後一直到晚上 九點鐘才回家 台視 中視 華視 前後十六年的時間 都是如此 到了TVBS 讓我呢 可以在家裡吃過中飯以後 才去上班 真是 那時候感覺真是幸福啊 然後這十一年來 受到我們的TVBS台的 這個重視照顧 還推薦了我 來報名了這個特殊貢獻獎 那麼要不是 我們今天的這個頒獎人 那麼張一宜是TVBS的副總經理 不是她的堅持 她的信任 我今天不會站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我要特別謝謝她 當然 我還要謝謝我的家人 包括我的先父母 包括我的太太楊玉 包括我的兩個兒子 辛豪 君豪 以及他們的家人 在這麼多的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讓我工作毫無後顧之憂 所以當然要表示感謝 但是也要表示抱歉 因為從民國七十年開始 一直到 退休 大約有四十年的時間 每一個颱風來的時候 清台的颱風 每一個來的時候 不管風多大 不管雨多強 不管我的家裡的窗被吹壞了 家裡淹了水了 我沒有一個颱風會在家裡度過 所以說對他們感覺抱歉 當然還好 一切平安 感謝老天爺 當然另外還要感謝我們的全國觀眾朋友 這麼長時間的支持收看 讓我一直的收視率都還不錯 這也就是讓我能工作這麼長的時間的這個主要的原因 謝謝觀眾朋友們 當然也謝謝這次的評論 讓我得到這樣一個的獎 當然我還要特別 還沒有到最後 感謝大家的時候 我要講一句 提醒大家的 地球暖化 氣候變遷 劇烈的天氣越來越劇烈 越來越明顯 從最近新聞上你可以看到 世界到到處出現破紀錄的水災 旱災 特別冷 特別熱 這是目前已經證實 氣象變遷以後的一個現象 所以希望我們所有的人 國人 所有的人 以後多關注一點氣象 多了解一些氣象 最後 感謝我們的文化部 讓我有個機會在這個地方 還要感謝評審對我的肯定 當然還要祝福我們全國的觀眾 還有在場的貴賓 女士先生們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人力與伯伯的致詞 我想請教一下人伯伯一個問題 因為我在這個地方有一個不情之請 想請問今天在金鐘獎的舞台上 有沒有榮幸再請您幫我們預報一下 接下來這兩三天的天氣狀況呢 當然 當然可以 因為那是我最耐行 好 那我們請工作人員幫我們遞上麥克風 那接下來我們先把時間交給主播 詹怡怡 好 那我報新聞了 各位觀眾今天晚上金鐘獎頒獎典禮 我們的特殊貢獻獎頒獎給人力與先生 新聞的最後我們今天要把 接下來把時間交給氣象主播來關心明天的天氣 交給氣象主播人力與人主播 明天天氣如何 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的天氣可以說蠻穩定蠻相似的 都是很熱 那麼在預報上來講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各位看到的現在氣象衛星雲土 它可以看到我們的台灣四周圍幾千公里雲的變化 當然我們從這個雲土上來看 台灣上空雲層不多 只有一些很少數的一些雲層 這個我們就要看更清楚的下雨的雷達回波圖了 雷達回波圖上我們可以看到在東台灣 南台灣有一些降水的回波 這就是今天下雨了 當然有的地方有一點大雨 但是都不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說未來的天氣呢 我們經常用的就是天氣圖 天氣圖上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北邊的高氣壓過來 白天當然還是熱的 不過早晚還算舒適 明天呢下一張也是高氣壓 後天呢也是高氣壓 所以明後兩天天氣形態變化不大 都跟今天差不了太多 白天都是熱的 早晚都是舒適的 不過目前我們的天氣預報 已經可以做到未來七天到十天了 我們看到未來這高氣壓過了以後 請大家注意 南方的水氣會上來 再過五六天下個禮拜四以後 會出現容易下雨 容易出現大雨 甚至有好雨的天氣 至於說我們這麼熱的天氣 要什麼時候變得比較涼快呢 目前來看要經過 還要經過大概十幾天以後 大概十二三天以後 才會有點改變 這就是今天的氣象 再次謝謝任伯伯精準的分析 恭喜特殊貢獻獎得主仁律先生 也謝謝頒獎人 詹怡主播謝謝